家属悲痛欲绝 火葬场内烧不完的遗体 大量棺木排队惨况 疫情噩梦还历历在目 但中国却没学到教训 根据纽约邮报报导 中国实验室培育出突变新冠病毒变异株 对实验署具有百分之百致死率 标题还特别强调死亡速度令人惊讶之快 种种实验署出现的可怕病争 让外界看了毛骨悚然 中国研究团队在实验中使用的是四只人类转基因小白鼠 让他们感染穿山甲冠状病毒后八天内全部死亡 相关研究的目的是点出这种新病毒向人类溢出的风险 但学界一片炮红 专家痛批中国玩火 若不慎将新病毒外泄 不只重演三年疫情 恐怕引发比新冠大流行更可怕的深化灾难 中国势必难辞其咎 三立新闻杨俊宗报导